年近40的姐姐爱上年夏小狼狗 对方还是闺蜜的亲弟弟 珍雅的内心十分纠结 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这段姐弟恋 但弟弟用男人的方式 给了心爱的女人肯定的答复 然而正当两人情到深处时 闺蜜却突然打来了视频电话 吓得珍雅立即谈起 为了不被闺蜜发现两人的关系 她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出屋外 火速来到楼下 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接通了视频 珍雅立马解释 做贼心虚的她 寒暄了几句就迅速挂断了视频 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而刚刚急着跑出来 竟然连鞋都没来得及穿 珍雅看着漆黑的脚底意识哭笑不得 回到房间后 两人依偎在彼此怀中 一边看着电影一边喝着酒 气氛也渐渐变得微妙起来 我看我 我喜欢 我看电影 我愿意看电影 听到这话的姐姐喝下一口红酒 随后起身缓缓走进了房间 两人深情缠绵 让这一晚变得更加迷人 真雅和闺蜜从小一起长大 对待闺蜜的弟弟俊西 就如同亲弟弟一般 但她却一直不知 俊西对自己有的超乎姐弟的好感 在得知真雅分手后 她更是立马结束了海外的工作回到韩国 重逢那天 一个熟悉的身影闪过 真雅的视线追随 但对方却并未停下 真雅本以为自己看错了 这时单车少年兜兜转转又来到她的面前 久别重逢两人仿佛有道不尽的花园 她们一起走过熟悉的街道 聊起回忆满满的过去 俊西将真雅送到楼下 过到晚安后才转身离开 这一次 俊西不想再因为犹豫不决 让内心的情感成为遗憾 但真雅那边前男友却麻烦不断 女人在副驾驶丢下一只口红 随后又脱下贴身丝袜 藏在座位底下 带到女孩上车后 发现这些残留下来的证据 立刻找渣男心事问罪 女孩怒怼渣男 真雅也算是出了口恶气 原来不久前 相处七年的男友 向她提出了分手 而分手的原因 竟是因为觉得真雅太无趣了 给力的闺蜜经过一番探查 发现渣男分手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劈腾 气愤的真雅只觉得 七年青春为了狗 为了报复渣男出口恶气 才在副驾上贴心地准备了小礼物 却不想这一举动尽给自己招来了麻烦 渣男被甩后 又想重新找回真雅复合 来到他公司楼下死缠烂打 好在正好下班的俊西撞见了这一幕 冲上前去一把将真雅搂进怀里 装作现任男友帮真雅解围 俊西拿出手机假装报警 这才让前男友信心离开 俊西英雄救美的一幕 也被真雅的同事看见 小狼狗瞬间俘获了姐姐的芳心 然而当同事问真雅俊西有没有女朋友时 明知俊西单身的真雅却表示自己不清楚 漂亮姐姐为了感谢俊西的帮忙请她吃晚饭 但白天同事找俊西约饭的时候 却让她的心里闪过一丝不愿 吃完晚餐外面竟然下起了大雨 俊西立马跑胎 回来时却只带了一把红色雨伞 果然还是年下弟弟会撩 两人紧紧贴在这把红色雨伞之下 寒冷的雨夜也在此刻变得温暖 即使有出租车停在面前 他们还是选择继续在雨中行走 临别之际 俊西将这把满是回忆的红色雨伞 当做礼物送给真雅 大概是为了让她每次撑起这把雨伞时 都能记起昨晚伞下的回忆 第二天真雅下班回家 不知道她已经分手了父母 竟然将前男友叫到家中吃饭 真雅不想多看渣男一样直接回了房间 但不知分手缘由的妈妈 却表示小情侣之间吵吵闹闹很正常 现在她的年纪也大了 有男人要就应该好好抓住 况且对方的家庭条件还十分优雅 妈妈告诫真雅 遇上这样完美的对象等就是她撞了大雨 必须要感激上天好好珍惜 听着妈妈的唠叨真雅再也受不了 于是穿上黑丝换上短裙 浓妆艳抹地走了出来 问前男友是不是喜欢这种话 搔手弄姿的模样直接让父母惊待 随后真雅坐下 直接问妈妈跟爸爸恋爱时 对方有没有出轨过 妈妈表示如果发现对方出轨 一定会狠狠打她的后脑手 真雅的举动瞬间让父母明白了一切 爸爸愤怒地抓起渣男 要将他痛揍一顿 结果渣男反咬一口说真雅也有男人 就在这时弟弟正好带着俊西回来 渣男立马认出俊西 正是那天在公司门口阻拦自己的男 抓住真雅的手让他自己承认 俊西上前一把将渣男拽出屋外 随后真雅向家人解释 上次是为了摆脱渣男 才请俊西扮演自己的男友 家人们自然相信这亲如姐弟的两人 却不知他们的感情正在渐渐升温 相差十岁的姐弟恋有多甜蜜 年近四十的真雅 爱上了闺蜜的弟弟俊西 而俊西更是暗恋真雅多年 但两人爱于重重原因限制 迟迟没有标明内心的爱意 这天下班 真雅和同事一起出来吃饭 正好碰上俊西和朋友聚餐 于是几人便凑到了一桌 饭桌上 对俊西感兴趣的同事 问她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结果朋友抢着回答说她有喜欢的对象 而且俊西追女生的成功率是100% 在洗手间时 同事问真雅那个俊西还没追到的女生是谁 真雅却假装不知道 同事表示既然还没追到 那她可得抓紧了 这话顿时让真雅产生了危机感 回到餐桌他们继续刚刚的话题 俊西表示她还没能确定女方的心意 看着女同事来势汹汹 真雅再也坐不住了 真雅紧紧握住了俊西的手 吓得她竟突然开始打 随后立刻紧紧握了回去 嘴角也开始无法抑制地上摇 聚会结束后 两人快速躲进一条小胡同 两人终于在这一晚确定了恋爱关系 刚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拨通了视频电话 他们彻夜聊天 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直到聊到睡着手机也没电关机 真雅一觉睡到大天亮 错过了闹钟差点迟到 结果刚一下楼 俊西早已经来到楼下等候 恋爱的酸臭味已经溢出了屏幕 结果恋爱第一天 真雅就被安排了出差的工作 舍不得分开的俊西直接请假 送真雅去出差 顺便来一场两天一夜的旅行 真雅却工作前 俊西不舍地紧紧抱住她 俊西目送着真雅离开 等到她工作结束 就立马带她去吃饭 他们一起漫步在海滩 夜晚的海风总是寒冷 但有了爱人的陪伴此刻 却无比温暖 多愁上感的真雅 不知道以后 会不会后悔此刻的决定 也知道未来的路 将会有许多不爱 但弟弟却表示 他绝对不会放弃对方 此刻的幸福 让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但依威在彼此怀里的感觉 却无比真实 在朦胧的夜色下 两人的关系也迅速升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